这是今天最火的猴子对抗路的出装和名玩 说什么这一套出装下的猴子 玩起对抗路来根本没有什么压力 还说什么这套出装 能让猴子跃居成为T0级对抗路 以后都不要打野了 直接来对抗路吧 说实话 对于这套说法 我是非常的不相信 所以我就决定试一试这套出装和名玩 接下来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启一局比赛 提前设置好出装和名玩 开启了一局比赛 我们这一局兑现的是吕布 我一看他出来了 我和他客气了一下 先不要触及他的锋芒 我们先绕个圈抢到二级再说 和平发育为先 谁知道他不知好歹 一个龙白尾就打到我的身上 直接打出了真伤 我两棍就把他敲成了残血 最后逼着他又闪现逃跑 哎 这个杀害是不一样啊兄弟们 吕布不是脆皮啊兄弟们 前期的猴子打起吕布来 不应该是相当的费劲吗 吕布被我敲两下 他就残血了呢 后面吕布他又回来了 我一看上一波我的伤害这么高 于是这一波我又想试一试 直接一棍子就敲了上去 他就直接掉了六百多的血 随后我用一技能敲他 这一次他没有了闪现 我看他往哪跑 直接拿下他 后面一棒子在清空兵线 爽歪歪 这个伤害是挺高啊兄弟们 前期这趟名玩满星五颗星的话 我可以给个四星半吧 各位观众老爷都看到这儿了 麻烦点个赞点个关注 镜头一转我就来到了对面野区 看见了菊又精 我就啪啪两跪敲了上去 我当时那叫一个气呀 兄弟们我四斤忘记点大招了 要不然菊又精他就没了 后面吕布过来帮忙 我们先与他擦身而过 飞速的追局又急 他还躲到草丛里想回城 怎么可能 他就是一棍 一个普通攻击 175金币 二技能跳棍 我们直接走 后面吕布的龙白尾耍了一个空气 此时我们再回头与他钢一搏 这时候吕布就想走了 我们二技能直接又敲了上去 一技能砸中他的身体 顶着他的真实伤害 吕布这时候要四级了 他应该要跳大招了 正当他残血的时候 他果断开启了大招 我先躲一下 他敢不敢追过来 他追过来了 我们直接一技能二技能 胖胖两棍 把他化成157金币 这波一为二双杀 后面吕布满血复活 看见了我 那也是对我非常的恨 直接一个龙白尾耍了过来 我也没和他客气 三下五除二 直接把他打成残血 我估计现在吕布的心态已经崩了 堂堂大吕布拥有真实伤害 上单对抗路 竟然没有对过 我一个猴子 后面我就拿下了一趟 这时候对面的吕布学精了 配合对面的菊又精 来了一发侧面包抄 菊又精用二技能打我 我用一技能躲过 最后我就用二技能砸了上去 随后大招 一个一技能 先把他赶了再说 接着王大师又一个跳棍 对着吕布的头上就砸了过去 随后用一技能挡他的一技能 吕布又开大招了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闪现逃跑了 我就一个跳棍加闪现 直接把他拿下 横扫千军 中期的时候 这套橱装可谓是打战士 和打这些肉 没有任何的压力 就算是打对面的催皮 你看看这个伤害 此时比赛才刚刚进入六分钟 兄弟们 我们二技能一下的暴击 就是1693 这个伤害可谓是非常的挖腿 后面比赛就进入了十分钟 已经进入了中后期 这时候再看我们猴子的伤害 兄弟们 此时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你们仔细看好了 这波射手和法师在防御塔的里面 我直接二技能越过防御塔 一个大招 敲一棍 拿下二连击破 瞬间秒杀两个人 我只能说这套橱装 那是非常的神奇 让我感觉 大后机神装以后 再看我们的伤害 一个暴击 那就是3298 脆皮们直接没了 后面一棍更是破除了4000的伤害 几棍敲死 李布 四连超凡 现在只剩下了九精 虽然他在防御塔的里面 我一技能又跑了上去 二技能打他一棍 他用大招补血 被牛魔凡甲给烦死了 我的天哪 我的五杀没了 但是此时对面已经团灭了 这局比赛可谓也是大拘已定了 下面我就来总结一下这套出装和命案 攻击力是真的很高 走对抗路也不菜 大家真的可以去试一试